2024年第二个节目了 江峰漫谈 2024年的1月3号 这个新年做节目已经收到太多朋友们的祝福了 这里非常感谢大家 留言中没有能够及时答复的 这里一并咱们做个回礼 祝福江峰频道的朋友们和您的家人们 新年万事如意 健康平安 另外还有一位给我来信呢 住在这个大洛杉矶基地叫做Cocamonga的一个朋友 看到我说 我不是走过来吗 暴露了呢 掉了皮的老椅子 坚持要送我一套带按摩的真皮老板椅 这里我表示感谢了 心意我领了 从我做历史节目开始吧 就不断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送些礼物给我 我知道的 我这里又不是什么领导 又不是什么主管单位 是吧 大家不是什么有求之心 就是想表达对我们节目的认可 表示一种真诚的支持吧 说的更高一些吧 是一份真正的忧国忧民的情怀 对真相 对正义一份执着的追求的一种认可 那么心意都领了 礼物就不收了 带按摩的大椅子呢 我也不敢收了 但是心意真的都领了 不然你看 我这到时候都成了干小商品批发的了 大家就正常收看节目 愿意收看广告 甚至愿意这个有需要的考虑我带的那些货呀 哎呀 那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这椅子呢 另外说的是我最早做节目的时候 我当时的领导同事自己掏腰包给我买的 虽然那瓶掉了吧 但是椅子还很结实能够用 加上我也很念想那份恩情 所以呢 短期内咱就不换了 老马食徒老椅子暖腰 有没有这个俗语不知道啊 挺上口的 先客套那么一段 然后呢 再让我们先看看元旦前后几天发生的事情 先说两个传言 一个是军委内斗 一个是耿爽叛逃 事情真假 咱且放一边 我们在意的是这样的传言带来怎样的思考 首先呢 12月27号到28号 中共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 这是五年以来首次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 包括习近平等七名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韩正均有出席 然后29号这天 习近平又率领上述的各位头儿们 习家军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 参加中共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 我们都知道 习近平上来后养了一群战狼 对不对 战狼外交成为了习近平时代 迅速搞垮中国的国际关系 毁掉中国的形象 然后碰一鼻子灰 回来当缩头乌龟 闭关自首的一个标志性的政策 对不对 因此大家对于这个五年来第一次召开的 这个中央外事委员会呢 还是有所期待 看看这个会议是否会带来一些政策上的变化 我们知道中央外事委员会 它是一个党的机构 是中共的机构 负责领导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共这个政府的外事工作 是不是 实际上拥有中共外交的决策权 而国务院下属的那个外交部实际上就是个执行部门 是个听贺的 是个跑腿的 习近平上台以来就给这个党的这个部门增加了实权 他自己挂一牌子 委员会主任 是吧 总理李强副主任 外长王毅是办公室主任 用这种方式来架空国务院以及外交部 我不知道中央还有个中联部 专门负责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的共产党 或者其他党派组织联系的 那就是党对党 对口联系 跟政府没关系 周恩来时代都非常注重这样的党国区别的 因为什么 这样做事对国际常识 对国际秩序规矩是个尊重 说白了 就是别让世界觉得中共那么老土无知 那么狂妄 中共这样的党国部分的架构 实际上已经违背了外交常规的 是吧 你上次为什么欧盟过来呢 它推迟过来 它没办法跟一个没有外交部长的中国政府打交道 过来谈合作签协议 不是跟政党 是跟国家来签协议的 打个比方 国家呢 就是一个人的话 那么政府就是身体各部分各器官 民众呢 就是细胞 党呢 只是这个人外面披的一套衣服而已 是吧 不同的年龄段 是吧 过了中年了怎么穿 到了老年怎么穿 是吧 年轻时候怎么穿 个性审美取向 还有不同季节冷暖要求 根据这个来选择衣服 可以选也可以不选 可以穿也可以不穿 对不对 现在中共搞得完全颠倒过来了 他这套衣服代表这个人 他宣传说没有他这套衣服就没有这个人 这套衣服是这个人所有细胞的共同选择 是这个人的人生历史选择了这套衣服 搞了这么一套逻辑 是吧 这本来就很搞笑的事情 是不是 我这个人我还穿过唐装大褂呢 是吧 怎么我就没死 不穿你的就得死 你不也是中山装毛氏服装刚换的西装吗 对不对 这就是中共外事委员会存在的本质 咱们开着玩笑给大家说清楚了 这是用党来欺负国家来代表国家 外界注意到呢 习近平29号这天接见驻外使节那天讲话 对外交官提了四点要求 这里我能跟大家拿出来就是毛时代对外交官的要求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 看看习近平究竟是遵循了共产党的初心 还是在建立个人野心 在中共的传统外交政策当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周恩来当时定下的16字方针嘛 是不是 搞外交的朋友很清楚 然后站稳立场 掌握政策 专研业务 遵守纪律 很简单 那习近平的四点要求是什么呢 他也搞四点 第一 要忠于党 自从习近平在任何讲话中瞧那时候两个确立 两个确立之后 忠于党实际上是什么 那就等于是习近平亲口对大家说 你们要忠于我习近平一样 无耻嘛 第二就是什么 就是要善于广交、深交朋友 争取人心的工作 既要坐到庙堂之上也要深入民间 讲好中国故事 翻成听得懂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外交官在外国政府和民间搞统战 第三什么 第三就是敢于善于斗争 那就是不仅要当战狼 还要当一匹狡猾的战狼 是吧 在国际上搅浑水 第四 自我革命 要打造一支外交铁军 这句话实际上是针对秦岗事件来的 那么我们再回看毛泽东时代 那个第一条站稳立场 他解释的很清楚 外交官既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又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当然这是共产主义的一种说法 但是至少这个立场没有提到党 对吧 如果把对党的忠诚来划线 那么在国际上一定会在意识形态上 跟众多不采用共产主义的国家闹矛盾 甚至反对共产党的国家发生矛盾 那你说你去那国家当外交官 你是去搞好关系的还是去挑战的呢 这个外交就没法做了嘛 对吧 周恩来说的专业业务 就是让外交官了解当地的人文文化差异 了解国情差异 求同存异 尤其是要遵守纪律这一条 周恩来来来回回的 他就强调 不准先斩后奏 因为什么 事关涉外大事 不准边斩边奏 更不准先斩后奏 个人要服从全局 但是你看那现在从王毅开始 什么卢撒野 这些战狼外交官 各顶各的率性癫狂 指点所在国家的江山嘛 是不是 这不是外交官 朋友们 这是一批放飞的外交红卫兵 所以这次中央外事会议和接见全体外交使节 可以看出什么 习近平不仅要坚持战狼外交 更要求外交官对外感斗 善斗 还要刀枪不入抵御美色金钱的诱惑 意思就是不要像秦刚那样陷入甜蜜陷阱 要把自己变成铁人 可是同样在29号 网上一个神秘人自称是周金正的 周金成的爆料说 中共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 与失踪的秦刚是好朋友 因为担心受秦刚案受牵连被查 再加上他的妻子曹珊 违反了中共规定在美国大公司科恩集团担任高管 因此耿爽和妻子曹珊已经投诚美国 当然这个爆料看起来真实性还是存疑的 很简单 原因就是这个爆料出来的第二天 也就是说耿爽已经跑了至少两天了 这个12月30号在安理会紧急审议乌克兰问题时 这耿爽又代表中共发了言 是吧 这说明这个传言的确是不太靠谱了 但是我们说的什么事 就是这样的传言 的确对中共行走在海外的这些外交官员们 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打击 或者说什么 会撩拨这个一贯疑心很重的习近平 对他的外交官们不信任 更加不信任 也许这种传言还真的最后能逼迫耿爽和其他的耿爽们叛逃 让传言成为事实 耿爽的妻子的确是在大型外国企业工作 这是事实 而且台湾多家媒体爆料说耿爽的妻子 曾经到台湾旅游去中正纪念堂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对于这个中华民国生死对手的中共来说 这是个大逆不道 是吧 而且耿爽也私下说过说 台湾的民主制度是整个华人世界的实验场 这些也许都会成为耿爽不再爽的原因 因为它已经不符合外交铁军的要求 已经失去了习近平的信任 总之吧 就是从习近平对中共全体外交使节的讲话中给看出 就是他对中共的外交队伍是忧心忡忡 担心里面有更多潜伏的秦刚 而对于耿爽的爆料呢 偏偏是在同一天出来的 这句很有意思 这得预知中共中央的一些高层活动 难道这样子的爆料是故意给习近平上演样吗 来加重习近平的疑心吗 是不是西方比如说美国CIA的心理战呢 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挑拨离间 还是中共内部或者外部的反对力量在发力呢 不管是来于哪个原因 我们乐见其成 同样的 习近平的疑心和杀心在中共军队高层也存在 在给外交系统下马威的同一天 中共官方宣布罢免了九名军方将领的人代表资格 包括三名上将和至少四名中将 他们主要来自中共火箭军和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 这可不是下马威 对吧 这直接就拉下马来了嘛 但事件呢 肯定还没有完 不仅我们知道目前至少共有70名军工系统的高层 和高级将领还没有完全处理 就在这个九人当中 几乎都跟军队装备采购有关 也就是跟总装备部部长上去的军委副主席张又霞有关 尤其是这其中还有三个人跟张又霞存在着紧密关系 分别是张玉玲 饶文敏和这个吕洪 那么张又霞所处的位置那就显得很微妙而危险了 张玉玲曾经担任中共军方装备指挥技术学院的院长 2016年从原总装备部副部长的职务转任 改制后的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副部长 与此同时 他的直接上级就是张又霞 饶文敏同样是担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副部长一职 那么那位吕洪呢 2018年9月起就担任中央军委发展部的 这个装备发展部的科研订购局长 他是李尚福的直接下属 而张又霞又是李尚福的老上级 加上李尚福本人 那么所以说张又霞最贴身的老部下 我们知道的就已经落马了四个人 你能说张又霞不受牵连吗 所以关于张又霞地位动摇的传言又在起 习近平故意只查张又霞周围的人 这是一贯的一种什么 就是中共一贯来的敲山震虎 为点打圆的一个办法 很有可能目标最后就是张又霞 至少是有一点是要告诉张又霞 你随时可能被抛弃 那么翻查中共国防部网站发现呢 张又霞最后一次出来活动 是11月9号去俄罗斯见普京 之后全部的日常活动 都是由习近平的亲信和魏东主持了 习近平突然提拔一个不是中央军委委员 远离北京的海军司令董军来担任国防部长 显然是什么 就是把刘震利给亮一边了 不让参谋总长刘震利来担任国防部长 我们知道刘震利1986年到1987年时候 曾参加过中越两山战役这个立功 老山者阴山 法卡山 两山战役 张又霞也是八四的地长老山战役的 一等工主战单位119团的团长 因此呢 在部队里 这张又霞和刘震利是同一战壕出来的 那这种就超越了上下级的一种战友关系了 很亲 李尚福出事之后 按说许本来是刘震利接任国防部长一职 习近平既然不愿提拔刘 那就是有这个猜忌嘛 不愿让他通过国防部长这个职务 得到更大的与世界沟通的渠道 原因是什么呢 说白了 习近平要防政变 特别是军事政变 这个中央军委高层当中 仅有的两个有实际参战经验的人 又具备指挥军队的能力和实力的 就是刚才说的张又霞刘震利 张又霞在军中还有很多人脉 是不是 又是红二代太子党 因此习近平也不敢对张又霞轻易下手 以免适得其反 促发政变 但他又必须排斥和边缘化张又霞 甚至是监视他 直到张又霞这个任期结束 平缓下台 那么张又霞和刘震利知道习近平这个花招吗 那当然是心知肚明嘛 是吧 如果加上另外一位这个火箭军出身的军委委员张声民 那么中央军委这六个人就应该是什么 分裂成习派和张又霞派 在董军被外宣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之前 这六个人当中 何卫东和苗华是习派 这没跑了 对不对 但是他们两个天生的缺陷 何卫东来自东部战区 苗华来自海区 都不熟悉高层的军委 还有掌控全军的能力 拉下马的这个李尚福 刘震利 张声民 再加上张又霞本人 这四个人是张又霞派 刘震利是陆军司令出身 还领导过五级 然后总参谋长这个职务 让他了解中共全军 张又霞了解军委高层 刚才说的他是太子党红二代 所以这个军委领导权当中 如果出现兵变的这种极端情况 习近平失控的因素会很大 是不是 四比二嘛 如果一意孤行发动战争攻打台湾 实际指护权就会落入张留二人手中 那么倒戈的机会呢 那就更大了 这说这个外交国防啊 两个总书记主管的方向看来是出了大问题了 习近平有没有意识到呢 他越伸手 这事情就越麻烦 越向他预想的反方向发展 是吧 路透社援引五名知情人士的话呢 报道说中宣部出版局局长冯世新 上个星期被免去了职务了 原因是什么呢 就说去年12月22号 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了一个叫做网络游戏管理办法 这是一个征求意见稿 限制网络游戏充值啊 限制这种诱导性奖励啊 限制用炒作拍卖这些形式提供和纵容虚拟道具的高价交易行为啊 网络游戏需设置用户充值限额啊 等等等等来限制网络游戏 这个消息一经发出 A股市场的游戏板块股票全部应声下跌 周五收盘统计 由于担心当局再次严厉打击游戏业 使得中共当局呢 再次严厉打击游戏业的这个传说 这种疯传 就让中国两个最大的游戏公司 腾讯、网易 市值蒸发了接近800亿美元 不仅是游戏公司是哀嚎遍地啊 连普通百姓也纷纷留言不满 你现在压力这么大 玩这游戏有啥不行 成年人连游戏都不能好好玩 你让成年人干啥 是吧 现实世界那么残酷 失业解除 活在虚拟世界里都要被被管 太残暴了吧 还有的讽刺说 他们是不是觉得少玩游戏 就会去买房去结婚生子 这个逻辑就有点是 高中生觉得只要不早恋 就会上侵华一样 是吧 弱智 2021年的时候就规定了 说非成年人 非节假日 不得玩网络游戏 周末和节假日 晚上只能玩一小时 你看这个 中共中学部太厉害了 你说这个玩游戏这个事 自己的亲生爹妈都管不过来 北京你一份文件就全管住了吗 你不给玩游戏 好 那未成年人我可以刷短视频吧 是吧 短视频平台一样可以看游戏直播 一样可以把时间花在这些地方 所以这些政策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吗 解决不了嘛 股市的暴跌反映了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把我思考跟大家分享 你看 这种超大预期的意见 市场一点丰盛都没听到 这些很多游戏公司的老板是又有钱 又跟这个红色政权贴的很近 他们怎么在社交媒体上说 事先确实完全不知情 当然他要想知道这个内情 不是 几十亿 几百亿没了 甚至都没有想到会有政策出来 因为游戏行业已经整改了两年了 行业内普遍预判现在是什么 是政策收敛期 应该是政策没那么凶 让市场跑一跑了 结果现在还正常是鼓励经济复苏呢 怎么会逆势而行 大家想不通 所以从这个政策出台啊 这个高度机密 可以看出来中宣部高层收到了严格的警告 别泄密 别张扬 明知道这样的政策出台 会对市场形成巨大打击 却不给任何的缓冲 甚至还要坚决执行 非常符合谁的个性啊 那么轴 是不是 要知道即便是什么征询意见 你市场也会发生恐慌性避险的嘛 这是根本不懂市场的操作的 这个特点又符合谁的特质 唯一的可能就是 习近平亲自指挥了这一场打击游戏的行动 有些分析师呢 就跟这个一尊一个水平 大个意思就是说 哎呀 这是一个征询意见 又没有形成政策 还有缓和余地 但我更同意另外一些分析师的意见 他们认为这个意见的细节 就是不让你这个产业玩下去的 比如说 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 至少一人应当具有中级以上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谁也有这个资格 这些老板们 那因为这马化腾 人与星都得连夜备考 你考资格证据 是不是 不然的话 你企业这些项目都别玩了 网络游戏交易商还得要牌照 免费的小游戏都得另行规定 并且要强推数字人民币钱包 这让监管的范围变得模糊 而且处罚又没有明确规定 这监管的权力又无限放大 就属于那种什么 说你违法就违法 你不违法也违法 就这么一个事 国家新闻出版署一看 不得了 游戏版的股票集体跌停 几百亿蒸发了 也吓倒了 是不是 赶紧在周六12月23号出来安抚 解释说这个意见不是为了砸场子的 也不是为了让游戏公司完蛋的 相反是为了繁荣的 还是可以商量的 等于是中共政府有点怂了 对不对 什么意思呢 正反映着今非昔比的 中共是真的拿不出两三年前的那个气派来了 随便毁掉一个金融城市香港 不心疼 毁掉数字平台 毁掉教培产业 不心疼 没那个实力了 是不是 就连资博的烧烤都玩不下去了 还有什么能经得起烧烤的呢 然后这种认怂的表白 加上这一口气发了好像是新批准105块 当年超过100块 破纪录 这个国产游戏版号不好用 没能力这个挽回投资人迅速从游戏板块逃离的惨 这刚才我提到了嘛 资本市场它是有看预期的 它是神经质的 资本是会恐慌性出逃的 因此中共为了向市场释出进一步的善意 才有意爆料给西方媒体说它解除了 冯世新的中宣部出版局局长职务 因为中宣部出版局负责监督国家新闻出版署 等于什么 就冯世新这个传说如果是真的话呢 等于是他按照习近平亲自指挥的方向前进 掉坑里了 掉坑里还不算 还要为习近平再次瞎指挥背锅 然而直到今天1月3号 香港股市的腾讯网易仅是微量攀升 但恒生指数呢 持续下滑0.85% 整个游戏板块整体继续下跌 同时呢 国家新闻出版署 为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草案的征求意见的通知呢 仍然在网上挂着 依然存在 并没有删除 这个让游戏业畏惧的新管理办法依然悬在头上 你在这种情况解除多少国家新闻出版署 或那个署这个署的负责人的职务又顶什么用呢 同样的 与国家打造良好国际环境相悖的战狼政策依然 那中共的外交官就处在一个尴尬不被信任的位置上 只要武装入侵台湾这种野心依然 然后面对贪腐军心不稳 国际围堵的失败必然 中共的将领们就处在一个无法站却不得不站的尴尬 随时被拉下马的状态当中 躺平不得 会不会揭竿起意呢 这恐怕就是2024习近平将面对的困局